我們今天做這個大黑天 這個大黑天 大黑天好像很少 比較少大家聽到 但這一尊是非常重要 這一尊非常重要的 大黑天 大就是馬哈 黑天就是Gala 所以我們唸 OM MAHA GALAYA SOHA 就是唸他的民眾 唸他的民眾 那麼他的手印呢 一般的手印就是 這樣子 倒著 倒著這樣子 這個是十人金剛 這是倒著的 倒著的手印 這一尊的手印是這樣 那麼他另外有一個手印 是 這個雙手這個雙脖 為主豎起來 食指豎起來 也就是地水兩個指頭 豎香空氣這樣子 這也是他的手印有兩個手印 那麼這個手印呢 有什麼作用呢 這個手印呢 如果兩個大拇指 來回互相摩擦三下 表示 OM MAHA GALAYA 他在召集 全部的所有的鬼神中 全部來聽他的命令 全部聽他的命令 所以有鬼神病的人 做人做今天的主起 做今天的谷起 做今天的谷起 他只要念 Maha Gala的奏 結他的這種手印 勒令鬼神病退散 所有的鬼神全部通通通都要退散 因為大黑天Maha Gala 就是所有眾鬼神的頭 眾鬼神的頭頭 頭頭 頭啦 你們有人有鬼神病的 他只要Maha Gala 能夠相應 所有鬼神病全部退散 所有的鬼神病全部退散 他這個手印呢 這個 這個手印 就是召集所有鬼神到來的手印 這平常不要亂弄 所有的鬼神來了 你猜遣不了 你可以召他來 所謂這個 情鬼容易啊 送鬼難 你不懂得把他送走 你把他召來了 那不知道什麼事情 你也不能夠使用他 使用鬼神 到時候他就把你家的東西全部吃光 吃到沒有 所以這個手印不要亂寫 手印不要亂寫 這個 兩個大拇指只要來回三下 一二三 來回三下 所有鬼神聽令 今天啊 這個大家沒有當主旗的 這個就很抱歉了 你有鬼神病的 覺得有干擾的 有干擾的 你不懂得當主旗的 那就沒辦法 等下一次吧 下次大概是幾年以後了 這一尊很少有 人家有三個香港的弟子 特別 昨天從香港飛過來 今天晚上又要飛回香港 就是為了這個觀點 那三位香港的弟子在哪裡 站起來 他們站起來 人家香港的人懂得 懂得這一尊的重要 你們西雅圖加拿大的 通通都不懂 實在是汗顏 汉顏 汉顏 你知道什麼叫汉顏 就是 國語叫做 台語叫做 國語叫做 香港人 三個香港人 昨天晚上到 今天晚上他要回去 為了這個觀點來呢 馬哈嘎啦 為了這個觀點呢 人家很注重馬哈嘎啦 人家很注重馬哈嘎啦 這個我們西雅圖的人 反正 什麼觀點都有 啊 溫哥華的 也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知道 這一尊到底是什麼 什麼玩意 所以 釋迦摩尼佛當年在菩提室下 他召請這個馬哈嘎啦來做他的父法 他說 他父持釋迦摩尼佛在這個菩提宿下 禪定正物的一個鬼神的頭頭 所以是很大尊的父法 是很大的父法 可以是父法的種詞 大家都不知道父法的種詞 父法那麼厲害 你看三個香港人 他都知道會飛過來再飛回去 晚上他們就要回飛回去 只是為了這個觀點 這個台灣話有一句話叫做 金廟起神 你因為太接近西雅圖在這張市 一切都麻麻糊糊啦 麻麻糊糊啦 隨隨便便啦 有罐沒有罐不要緊啦 反正西雅圖在這張市這麼近啦 師尊這個誰請誰到啦 硬招啦 24小時 24小時硬招 這樣就太方便了 人家很遠的地方要灌一個頂 你看飛過來飛過去 發多少錢啊 現在機票很貴了 油價上漲啊 不容易的 這個 時間啊 金錢啊 那個精神啊 他們 實在值得敬佩 對 他的咒語就是 Om MahaGalaya 所哈 那麼我剛剛有看這個MahaGalaya的像 白色的像 白色的像 踩在白色的像上面 他是六倍喔 六倍 其實他有 二倍 有四倍 有六倍 是鬼神的總管 所謂一切鬼神的總管 也可以講 一些腹法的總管 腹法 很多腹法神的總管 那麼有了這個手印 有了這個像 那麼有了這個咒語 就可以做成一個大黑天的仪鬼 就成為一個大黑天的仪鬼 那大家要觀想他 他是有三個眼睛 有三眼 有二倍 也有四倍 也有六倍的 那麼他的形象呢 很多傳說 他到底是哪一尊變化來的 有的講是 壁奴遮那佛 大陸如來的變化 那麼也有這樣子講 他是斯加摩尼佛的變化 斯加摩尼佛的變化 那麼也有這樣子講 他是觀世音菩薩的變化 觀世音菩薩的變化神 這一尊的腹法 法力非常的高 法力非常的高 在日本 這個大黑天 是屬於財神 日本東密的大黑天 是屬於財神 他沒有那麼兇惡的相貌 但是這一尊呢 大黑天 在西藏的地方 他也是財神 他也是財神 他也可以招財 所有的財富 都是由他來管 那這裡有寫到 他是 這個大黑天的介紹 有二倍 四倍 六倍 是上師本尊跟父法 三根本的父法神 三根本的父法神 大概二倍大黑天 是白教 嘎馬 嘎吉派 的四葉覆法 那麼大黑天呢 有陰面六倍的 有六隻手的 他一共有三個眼睛 那麼眼睛都是非常生氣的眼睛 深色是黑色跟藍色 全身發出烈火光焰 靜靈無比 那麼身體呢 披上一張這個白的橡皮 橡頭朝下 四腿呢 四腿呢 踏在兩肩跟雙腿後 最上左右向上抓著橡腳 左手拿著三叉處 中間呢 有兩隻手 左手 左手 左手拿鎖子 左手拿鎖子 這個主背兩手拿鎖子 這個鎖子 那個鎖巴拉 跟葉刀 身上除了橡皮以外 在脖子上有青色的蛇 跟項鍊 腳脖跟手腕上還纏著白蛇 象徵著把龍王跟要叉都可以降服 他可以降服龍王 還可以降服要叉 都可以降服 腰間內圍著虎皮群 環繞著兩顆的人頭 很多顆的人頭啦 不是兩顆 很多顆的人頭 大黑天雖然有六條 六隻手 但只有兩條腿 這個右膝啊 這個左 右腿是膝的 左腿是身長的 這個 站在一頭仰臥的白象之上 白象的右手 左手能拿著這個 這個 鎖巴拉 右手能拿著 這個葉刀 是這樣子的法象 他法象有好多種 不一定拿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也有人講是 他是必如這那佛的化身 也有人講是大支在天 西瓦的化身 有的講他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所以他力量也是很大的 在日本呢 叫做七福神之一 七位財神當中的一位 那麼大黑天馬哈嘎啦也是財神 那麼有人把他供在廚房 表示呢 他本身能夠增加所有的資糧 那麼有的人也把他供在墳場 因為他也是墳場的主人 墳場所有無形的鬼神 全部歸他所管 那麼有一個特別的所印 剛剛已經比給大家看 就是他要招請所有的鬼神的時候 他所結的這個所印 他的法力非常的大 這個觀世音菩薩變化的是 白色的 馬哈嘎啦 白色的六倍馬哈嘎啦 是觀世音菩薩變化出來的 釋迦牟尼佛在菩提術下 禪坐的時候啊 是他來做復法的 這西藏的雙雅士能夠建成 是馬哈嘎啦來做復法 才能夠把西藏的雙雅士能夠建起來 只是藏密最重要的一個 智慧的大復法 那麼人家說喔被下槓頭啦 他可以破除所有的惡服跟詛咒 所有的槓頭邪神魔葬 一切厭敵的侵害 他都能夠做得到 所以這一尊 我們很多人修 在西藏很多人修 那麼在東方 這個大黑天 馬哈嘎啦 比較少人 比較少知道 我們 以前也傳過 政府中我們以前也傳過 但是 比較少人去修這一尊 作為本尊 比較少 今天講這個馬哈嘎啦 就講到這裡